好 吴敦毅生气大概几个原因 第一个吴敦毅毕竟他是自身的党员 也当过中国国民党党主席 在他担任党主席任内的时候 其实那个时候党即使叫做中国国民党 但是也是打了几次的伸张 吴敦毅其实在国民党里面 你说他是福将也好 你可以说他是志多兴也好 其实在他主政期间的时候 国民党的选战的成绩向来都不错 所以要以败战作为改党民的理由 吴敦毅这个人大概是很难接受的 尤其跟他的政治经验有点不吻合 第二个就是吴敦毅本身 跟这位叫做林维州的 因为有一些绿色的媒体会影射 就是说林维州仿佛是在 以无系人马的立场在说话 但是这跟事实的差距可能很大 而且甚至于可能把林维州 跟吴敦毅之间的政治上的恩怨给讲反了 因为以2018年那次地方选举来讲 国民党大胜 那个时候吴敦毅是党主席 可是那次的大胜 其实林维州是有角色的 因为林维州本来在新竹县的县长 因为那是选地方首长 在县长的提名的过程当中 党内初选的时候 林维州在新竹县参选 林维州是大胜 林维州在党内初选的民调是赢的 可是他赢了之后 想当然而既然民调赢了 就应该是党提名的新竹县长的候选人 可是吴敦毅并没有接受林维州 吴敦毅在当时一直有一种声音 就是党内有很多的声音 就质疑林维州的忠诚度 因为林维州过去他的政治立场 在蓝绿之间是摆荡过的 他也曾经是民进党的 吴敦毅最后没有提名民调最高的林维州 所以林维州对吴敦毅是很不谅解的 所以今天有一些外行人 或者也许刻意的挑拨离间 把林维州讲成是吴敦毅的人马 出来倡议中国国民党改名 这个对吴敦毅来讲是很难忍受的 因为这跟事实背离太远了 所以吴敦毅无法接受这件事情 这是吴敦毅之所以大发雷霆的原因